詞曲 李宗盛 世故人情繼續講增廣言文 今次講三句話 都是我們聽過的 酒奉知己飲 思向會人飲 相識滿天下 知心能己人 相逢好似初相識 道老終無怨恨心 這些是民間言語 但其實意思是挺深的 酒奉知己飲 就是我們叫做 酒奉知己千杯少 即是說你要聊天 或者喝酒顯慶 都是要知心朋友 因為酒後套真言 如果是淺膠的 或者是各有鬼胎的 說一些話給你聽 日後傳出去就不太好 所以就是我們說 酒奉知己飲 思向會人飲 就是淫師也好 或者是玩一些技藝 廚藝 或者是顯示功夫 或者是穿衣品味 你都是向認識的人才顯示 好像淫師也要向聽師的人才講 否則他就不懂得欣賞 以為你裝作 這些都是說 結交朋友 顯示技藝 或者是透露心情 都要向一些相識的人 相識滿天下 就知心能己人 這個說我們朋友 認識得很多 特別是以前的人 所謂在家 就靠父母 出外是靠朋友 出外就很多朋友 但究竟誰知心 誰幫到自己 就只有幾個 所以這個是概探 前一句就說 要相識自己 喝酒 唱師 後一句就說 其實就是 知心朋友 都幾少 然後 再後一句 就真的講到心意 講說 怎樣才找到知心朋友 怎樣才找到好的 對自己好的朋友 就是相逢好似初相識 到腦中無 怨恨心 即是和朋友相逢 都要好似初相識 大家是尊重對方 有些禮儀不要忘記 另外就是 不要自熟賣熟 因為熟不拘禮 這個有時會出事 所以就是 道老終無怨恨心 就是 你保持著初相識 那種好奇心 那種尊敬感 以及為人著想 有些基本禮儀 大家相交道老 都不會說 因為怨恨就分開了 好奇心 也好 敬而言 好奇心